大家好,我是奥阳 今天给大家说一个将军和公主玩皮影 玩出生死爱情的故事 长登哥 在遥远的北方 有一个明月国 常年遭受战神 不断被南方赤物国侵扰 节节败退 明月国有一个小公主 年方十八 长得像朵花 所以叫花公主 今天是花公主举办积极大礼的日子 就是头上带官 扎针子 为此前线抗战的少将军 花美男特地赶了回来 这小子和花公主是青梅竹马的CP 小时候两人经常一起玩皮影 最重要的是 花美男特别闪上皮影 唱得很棒棒 今天皮影是一个特别的节目 一笑间漫天繁华 就在两人你弄我弄的时候 鬼的事发生了 皮影竟然化身成鬼出来作妖 好几个人当场死亡 花美男懵逼了 怪事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在未来老丈人面前 搞这么大的事 还能娶到公主吗 果然皇上发怒了 他要求群臣查明真相 官天台正史就说了 这是不想执照啊 搞不好就得完蛋 要想避祸 就得从抗击吃无国上入手 稳定军心 粮草充足 才能打赢战役 避免灾祸 最重要的是 诡异事件的根源还是皮影 要消灭皮影 搞死这些赤灭王领 国王还真信了 就要下圣旨 毁灭皮影 花公主当时就不乐意了 啥 要毁灭我的皮影 那可是我的挚爱呀 群臣面前 花公主和国王激烈对峙 如此尴尬的特殊时刻 花美男也不敢多说话呀 而且他也感觉 这确实不正常 看到自己心爱的人 竟然观念时刻不说话 花公主心也凉了 两人之间的隔阂 油然而生 观念时刻 新积男出现了 她是观念台的一个小卒子 亲屋公主已久啊 如此可趁之际 再能放过 她主动请应 以向上人头担保 彻查皮影杀人的真相 花公主这儿的 诶 这小子不赖 就在当天晚上 新积男走进了 公主的寝宫 没想到 这小子竟然也会玩皮影 玩的还挺溜 果然想要追你孩子 你首先得话说的好听 这么随便吗 当然不可能 但是随之而来的花美男 却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花美男有点低落 但也不能眼睁睁 看着媳妇被抢走啊 她也很强势 然后就不知道干嘛去了 几天之后 新积男还真把真相查出来了 当然是真是假 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反正皇上是真信了 他大发雷霆 要求即刻出兵 大战吃屋 花美男就看不下去了 忠心禁言两句 就差点被诬陷成奸细 尴尬了 反而是新积男升官家局 步步高升啊 这天晚上 新积男再次走进了 公主的寝宫 花美男又不乐意了 啥要给我抢鞋份 两人随之大战 新积男毕竟不是对手 紧急关头 公主竟挡在了新积男的前面 花美男却忘了 说好的一起唱一辈子皮影呢 她落寞的离开了 爱情不得适 工作也不顺行 花美男又一次貌似近见 没想到却混了个欺君犯上的罪名 随之被打入大牢 女朋友没了 工作也丢了 花美男是彻底输了 与此同时 新积男可字的 障碍扫除了 也即将报得美人归 直到花美男入狱 花公主才真正发现 原来自己爱的还是那个 想玩一辈子皮影的男人 为了救自己的男人 他只能委屈求全 决定下嫁给新积男 新积男又字了 他来到大牢 对花美男是无情的嘲讽啊 公主是我的啦 皮影是我的啦 你就老老实实做个老百姓吧 大牢里花公主来看花美男 他什么也没有说 他什么也没有问 两人合作了最后一次皮影 情意绵绵呢 花美男倒是救出来了 但是当他知道 为了救自己 青梅竹马的花公主 竟然要嫁给新积男 他愤怒 他不敢 他又一次挺不住了 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上欲驾出征 生死离别之际 花公主格外郁闷 他又气又恨 恨铁不成钢啊 愤怒之下 他亲手扔掉了 两人定情信物的皮影 花美男还是走了 其实他只不过 是想抵抗敌军 为花公主争取逃生的希望罢了 虽然他知道 那也是逃避党车 另一方面 皇朝警察队 竟然在新积男的府邸 截获了密报 皇上龙年大怒 竟组织了大军 围剿新积男 你早就输了 你输在自己莫名的自信 和一意孤行 输在连自己 至亲的骨肉都要利用 啥情况 新积男到底是谁 万箭追身之下 他能逃生吗 另一方面 抗击吃屋的花美男 还能回来吗 为这场你爱我 我也爱你 甚至可以付出生命 但就是不告诉你的 绝世爱恋 画个完美的句号 那就需要你到电影里 去找答案了 最后我这样说 啊 爱情 这个让人疯 让人磨的东西 真上头 好了 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